目前每周执行国际科运航班230余班 为为2019年的2.15% 每周执行国际科运航班近3700班 是2019年的257.5% 在巨大的外防树立压力下 我们严格执行国际科运航班融装措施 自2020年6月8日以来 融装措施实施以来 截至2021年8月2日 民航已先后队302班疫情输入风险高 且处罚融装机制的国际定期科运航班 采取融装措施 累计减少入境航班621班 预计减少输入病例2300余例 下一步 我们将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 针对境外输入风险 继续监约执行 严格的好办 预计政策 地缓团 贵 带 好 后 早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